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抢帝王去了 人家规定要交多少亿的保证金 我就得交多少亿的保证金 那抢的感受怎么样 我们打不过人家 打不过谁 打不过这些大款和央企 你们不也算国企吗 我们是国企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央字 地方国企 所以就比这央企差了一截 矮了半头 央企不是现在都要撤了吗 杨启是少数说要撤了 他是把那个拿刺刀的拿手机弹都撤了 然后把那个 拿大炮的 带这个导弹的和带核武器的都留下了 这话说的精彩 所以人家那个潘石屹还调侃他吗 说就你拿那四个亿 还不够丢人的呢 去给人家争地光 那是保证金啊 那是必须捅的 人家别人也得交这几个亿钱 那就是个准入证 对 那和投标的钱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人家网友有人说了 就说咱们这个宝宝啊 刚说完这个公平正义 比太阳还有 还要光辉 之后 这个两会刚一开完 一天之内北京撒地亡 光机出来了 对 这也是公平正义 怎么叫公平正义 人家也是举牌举出来的 要没有第二个人撑着 他也不会有第一人的更高价 他也是互相举着举一举越举越高 所以也是公平的 你大家都看得见 你不能说不公平啊 你怎么能说不公平呢 你说的 他也透明啊 到时候我想起这个吴敬莲 最近讲一句话 他就说老批评这个什么 央企啊国企啊拿地 他说但是也应该予以理解 他拿了那么多的天量信贷 那么在商言商 你让他把这个资金往哪投 最保证盈利的 他不光是天价的信贷 你比如说这16家企业中 其中有三家是去年上市 一个是中铁 一个是中建 一个是中野 每人上市都拿了400多个亿 三家加起来就1000多个亿 你不就是让他干房地产的吗 所以你才批准他上市去拿了 那他拿了大把钱不买地 他怎么做房地产呢 所以天生就是中央告诉大家 这几个央企要进入房地产 要到市场上融资拿了大把钱要买地了 所以举牌那一瞬间是公平的 但问题是大家背后那些导弹坦克怎么来的途径各不一样 你要讲不公平可能在那个地方可能有不公平 那我是个土法座的手机弹 他是人家批给他的导弹 那我跟他打战场上是公平啊 那实际上呢 当然背后大家不公平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资源占有性是不是公平 也可能我的资本金央企的资本金是全国的财生税收获 人民的钱集合到我这来了 对吧 那么地方的呢 可能就是地方的一部分资金集中到他那去 民企要靠自己的资金集中到他那 这是个资源分配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银行信贷的资源分配问题 上市融资的资源分配问题 为什么批得给他们去上市 不批给别人去上市呢 这就是资源控制问题 那么多重资源控制就决定了 他有一个更大的优势 我可能能打败你 对吧 我有导弹了 我有航空母线了 对吧 像这个任总只能感慨自己无能啊 争不过人家 是 但是这个客观的结果是咱们看到周边呢 这个帝王周边 你知道有个女的 几年前吧 大概花九千多块钱 在北京什么大旺京附近那个地方 卖到房子 好家这帝王一出来 把他乐得快昏过去了 你知道吗 他可能三千块钱买的房子 对 两万三万一平米 现在都 周围地价全上来了 那你这个 所以为什么说社科院有个调查 说现在 民众对房子的这个院呢 已经是中国民间第一院 那你又怎么讲 我不太认为是第一院 就像你说的这个女同志一样 她在高兴地价涨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有85%的人 拥有了私有住房产权 这些人都在高兴 哎呀 这个房子又涨价了 换句话说 85%的家庭有私有住房产权 对 但是我看到社科院嘛 社科院的一个调查嘛 说85%的家庭买不起房 它是指的是工资 它不是指说你现在有没有房子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85%这个数据呢 是人口普查的数据 也是这个监事部公布的数据 为什么 从产权的情况来看 我们原有的 约有52% 是存账住房里的房改房 这个房改房的数量是巨大的 那么就是说 1998年以前 或者到2003年以前 最后一批分房才分完 这些分房的人 都用的是房改家买的房 他们当初大概是两万三万 然后就把公家分给的房子 就把公家分给的房子 当初我们是这么看的 就是这是国家 把大家推入市场之前 给国家照顾的这些人 一批最后 让你进入市场了 你就这就是以前你为国家贡献 就是这一批 就带出这个房子了 就几万 所以我们看媒体上说 有些部长说 我现在的工资买不起房 对呀 但是倒过来说 那边国家给了他一套房子 而且那套房子 可能值几百万 是货大的一套房子 对吧 这很清楚的事 就是因为有分配 对吧 这个分配已经决定了 这个比例占的是巨大 但这两个85%其实都对 你讲的85% 就是现在的人 他觉得我拿现在的工资去买房 85%都觉得买不上 因为房子涨到几百万 我算下来 我两辈子都得供那个房子了 那么他讲的85% 就是中国现在实际上 私人拥有房 不过我概念上不对了 我们其实是拿的那个使用权了 其实跟西方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使用权当作是私有财产的话 对 我们的私人拥有率是超过世界大部分国家的 超过世界所有国家 所有国家 美国 欧洲一般的百分之五十 香港百分之五十 就差不多百分之五就买房的人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个85%拥有的房子的人照样抱怨买不起房 就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原来这些房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旧的 他们脑子里没觉得 尤其是他们的子女没觉得这个是可以安生立命的房子 所以他们而且第二中国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激烈层阶级的划分不是靠具体的数字物质财产而是靠上下比较的 那我本来我这个处长分到的房子还可以了 两房一厅全家住住还可以 可是现在周围盖了这样的楼 他的同学国企各私人的企业外企都赚得很好了 因此他们马上觉得本来自己是特权的 现在变成弱势群 我跟他聊啊就别头疼 你知道吗 因为这就是典型的叫信息不对等 他满脑子都是这些数据 可是我知道的是民怨沸腾啊 都民怨都变成民怒了 那是谁在怨呢 你只能说网上和媒体上显示是这个没怨 比如说这次有人媒体说 两会期间有50%的政协委员和提案 这个代表们提案都是说房价 但是其中里头可能有30%是针对说政府收价收地价收的钱太多了 而不是说这个房价太高了 而是说地价太高了 都叫房价 但是这是两个不同性质 所以说你说这个民怨从哪来呢 我觉得是大家看到的媒体 报纸或者说网络上更多的是 没买房子的人或者80后这一代人在敲 敲出来的民怨 那么很多老年人他觉得我这个房子 已经只用了不到五六万块钱就买了一套房子了 如果把这套房子卖了 实际上我是有能力去买一套新房子的 可是你要按他的工资收入说他是买不起的 也就是说你要把存量资产算 你不能仅仅算工资收入 所以要不说他都受到人身威胁吗 他就说他说的话谁都猜他 但是呢倒是很多行内人士就说他讲大实话 你比如说他这就他这句话我估计很多人就得骂你 他说什么民怨沸腾就是一小撮 他说这个上网的人都是这些刚刚大学毕业 这个80后90后我一看全是我们组里的这方小年轻 他说他见到个记者这些操纵媒体的有话语权的 现在基本上也都是刚刚出学校的学生 这是两会代表时候人大代表傅君在大会上说的 在两会中说的 我不太同意 我觉得那部分人声音最响之事 但是至少还有两批人对房子极大的不满 一批就是从农村进来的新的这个农民工 他们你刚才讲的那个85%的那个分房 他们完全没得到 对 所以他们要在那个新的城市 他们所现身的城市要买房子 这个压力巨大 所以他们会不满 还有一批你得考虑到 就是现在包括政协委员这么多的提案 就是前些年的干部领导 他们分到房子 就是我刚才讲的 当时他们的社会是上层 可是经过这些这十年的折腾以后 他们当初五万买来的房子 现在相对算比较差的了 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又是比较高 他们可以到人大去开会的 他们也有强烈的不满 对这个社会的剧烈的变化 你说那些从农村来的人 我就有个疑问 我们在城里头买一套房子是租的国家 我要交70年的存放金 可是你在农村有一套房子 你现在我不管你在不在城里说 你算有房子的人 你不能说你是没房子的人 因为那个宅地地写在你的名字 那你还是宅地地还是一个 所以这个制度倒推回来 是因为我们进城的这些农民 没有办法把家里的承包地和宅地地变换成 进城的资金变成房子 所以这是国家制度问题 这个市场中是没有关系 他就是变换 如果允许变换的话 也许就没这么多问题 他即便是变换成了 他在北京能买得了房子吗 那你考 我们看看最近有一个社会说法 就逃离上广深 不不不 这个就是北京上海广州吧 对 我们算算北京上海广州 这三个城市里头 现在总人口占全国的多少 不到5%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非要挤到这5% 才能拥有的城市里 就像 那当然有毛病了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分配 这个社会资源 不能 不能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结果 就一定是竞争 竞争的结果就是谁房价高 或谁买得起房子 你就乱 买不起房子你就出去 这和我们的教育资源 和其他资源是一样的 是不是我们教育资源 应该社会公平 你应该上学 我也应该有资格上学 但是谁上好的学校呢 要靠分考 分考怎么来的呢 贫穷的孩子常常因为 他没有那么多辅助性教育 没钱 所以他拿不到最高分 而有钱的人 因为增加了辅助性教育 他可能拿了个最高分 所以他进了清华 进了北大 进了好学校 你的意思是 一个道理啊 上海北京广州人天然就分高 那那那 不是天然分高 天然他就分低 因为在我们的制度里头 在这个城市所在 区域的 可能我考400分 我能进去 你在外地 对不起了 你考440分 或者450分 才能进去 就是内外这个差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很清楚啊 但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公共资源 或最优秀的资源 不是所有人都能平均共享的 表面看机会是公平的 但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取 他就形成 我同意你的说法 那个资源没法完全平均共享 但是现在大量的农村 各地的人口 涌入在三个四个大城市 并不是只是 向往大城市生活 这几个大城市的 急需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 就靠了这些移动的劳动力 我们中国这些年的生命力 就靠了这些移动的劳动力 你现在不能说 他们进大城市 贪图大城市的生活 不公平了这样 对 人家把北京的大楼盖起来 你把人家赶到 想象的地没带来 我们不管你 想象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有些省市 是存在着劳动输出 另外一些省市 存在着劳动输入 可是你倒过来说说 劳动输出那个省市的房价 是不是就低了 那是不是剩下人 为了选一个好房子 你也可以进入城市 你就选那个 劳动输出省市的 那个低房价去生活 不是最好吗 因为它的房价低 凡是劳动力 大量输出 工作 你可以在这 也可以不在这 我们看看现在的民工潮回流 很典型的就是 他可以不在这工作 如果你非要挤到那5%里头去 那你就要有那5%的本事 否则的话 你就要可以参加那70% 60% 任总 我给你看看 这需要这5%的本事得多大 我们查到一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看 房价现在排名第一 北京 东三环每平米4.5万了已经 然后一个北京人买套90平方米的西四环附近 价格在3万平方米的新房 不吃不喝 要101年 那你干嘛非要买西三环的房子 那买哪去 买石装的房子 不是 顺义 平股 什么怀柔 匿云 都有房子 可他整天就在东三环上班 东三环上班 你就来回跑 美国在纽约住的人 有几个是在纽约上班的 人家有车呀 对吧 车从那个长岛到纽约 大概要两个多小时 大部分人住在新泽西 你可以坐船 对吧 利用的是公共交通 真正利用私人交通 在纽约的没有多少 因为纽约如果都用私人交通 是挤不动的 这就好像说 很凶数 华盛顿有几个人住在华盛顿 连总统的戴维营都得跑到马里兰 可是你拿纽约的公共交通条件 和人口数 你跟中国的比能比吗 现在北京也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通线听通了清帖了 通线 你跑通线去可以 没有人说不行 为什么华盛顿的人可以住在马里兰 马里兰要开汽车的话 要比我们去通线多两倍到三倍的时间 为什么可以 你也可以不挤在这个大城市里头 没有人非要你挤在这个大城市里头 你跟那个大学生他开着车 对呀 如果你只挣两千块钱 说明你不适合于在这个城市 因为你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了 那北京都成了 你就换一个地方 土豪恶霸 我们春节的时候有一个节目 是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 分别有一个节目 回忆的是2009年人们的生活如何好 其中这两个节目里头都特别播出了 我们的农民工 在北京打工买了房子结了婚 从自行车 手推车到三轮车 到摩托车到汽车 13年的时间有这么大一个变化 然后他们不但买了房子 而且结了婚 在北京成了家 北京台和中央台两个节目里 都有这个案例 民工英雄榜上的人物 英雄榜上的人物 就是个卖菜的 那就是说他的劳动力 虽然我只是从最低开始 但是我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13年的经历中 他从最低劳动力变成了 可以开汽车去卖菜 对 这是发展工程 充分证明了这两个电视台 寻找范例寻找的好 如果你干了13年 选拨范选的好 如果你干了13年 你还是拿2000块钱 说明你没本事啊 好家伙 你为什么你非要在这几十类 这么说让我们这个农民工兄弟 大学商这些 我们现在施工的农民工兄弟 现在的工资已经很高很高 如果只有2000块钱 我连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 我都顾不起 大工已经到了一天120块钱 怎么能是2000块钱收入呢 说明你太没本事了 我怎么听他说的 小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80块钱左右 到90块钱了 对吧 39还2700块钱呢 你才拿2000块钱 你凭什么要在北京混 关家宝总理都说 中国现在这个社会收入严重不公平 不公平我承认 对吗 对 北京还不能没有低工资的人 要没有低工资的人 那个菜价就高了 你还说 我承认 但是人家活的很精确 人家不买房子 对吧 人家挣2000块钱 就不想在北京核心去买房子 你可以到边缘地区去 你也可以租房子 你干嘛非得买房子呢 而且咱插开一个话题 你觉不觉得这个本身 你说过了就插开一个话题 不是 我相信这节目做完之后 千万人民会抱歉你 他们会代替我 我跟你说的是另一个 这个整个国家经济发展 也值得忧心吧 对 你现在就有人说了 这个地价抬抬抬抬抬抬抬 抬到这么高 不光是个老百姓 买不起房子的问题 对 他们现在有人拿上个 东京当年日本做比较 就是当年日本的这个 这个负折就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地价一直涨涨涨 相当于加州面积的日本 一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吧 这个地价的市值总额 就等于美国全国的地价市值总额 后来到了1998年 我也有数字 1998年 东京都的这个地价的市值总额 就等于整个美国的市价地值总额 你这么发展下去 你不崩盘吗 崩盘 对 这个不值得优先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 我们中国现在都加起来还不如GDP 你操什么心呢 人家那时候已经是日本GDP的六倍了 你是吗 不是 日本当时有一个特点 农民发了财了 因为它是土地私有化的 所以地价抬高的时候 是农民把土地卖给了政府和企业 亏的时候 是企业和政府亏了 农民没亏 所以国家人民负了 所以你基本上觉得 等于是国富向民富转移 中国反过来 中国的地价高 是政府从农民手里 把地价收过来以后 高价卖给了市场 这是两回事啊 这完全是倒过来的 所以国富了民穷了 你要把这个历史渊源搞清楚 准备一下 再跟他就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 你觉得刚才讲的是人话吗 不不不 他是讲实话 实话说出来都是好的 不我的担心是这样 从97到现在 中国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GDP增长了四倍 可是这期间 97年到现在 中国的一般城市里的房价 至少涨了十几倍 你的数字不对 十几倍 你随便一个房子 97年到今天 至少十几倍 那个时候一百万的房子 现在一千多万 不对 你说的是核心城市 城市核心区 然后个别的楼盘 你要按全国的普遍数字上 房改的时候的房价到现在 至少十倍 不对 这个是我们以后 我们全国统计的数据 在1998年 大概一千九百多块钱 近几两千块钱 去年全国的平均数字是四千四百四十块钱 才涨了一倍 也就这么多 你哪来的数据 97年到现在才涨了一倍 国家统治局正式公布的数据 而且是按去年 九亿三的建筑面积 四万三千亿的价格除出来 但是你说 人家最近微博上还有一个段子 说是什么呢 人家说要是一个地理学家 一个探险家 还有一个统计局的 迷失在沙漠之上 是吧 谁最后能获胜 答案是统计局的 因为他们水分最多 你说的可能对 我们倒过来说一说 我们说 这个三十年以前 我们的白菜的价格是多少 不到两分钱一斤 现在呢 对 现在可能两块多钱都打不住 可能五块钱一斤 涨了两百倍或两千 所以房价跟别的价一起都在涨 我同意 但是房价不管怎么样 当时的造价只有三百多块钱 对吧 现在如果按四千多算的话 你也就涨了十倍 和那个白菜涨了二百五十倍 和差远了去了 但是 就总工资算 房价的巨厂 七八年 我们的工资是 二百五十六块钱一年 今天呢 你刚才你说的 那个最低的可能都 两千五百六 一个月啊 那你脑子数了 我也不知道 你说的对不对 那差了多少倍 差了一千倍 房价这样涨下去 有两个危险 一个是民众会反 第二 国家竞争力 非常同意你说的 但问题是 第一